現代全新一站式網上銷售平台 Click-to-buy 令你可以隨時選擇深型的車款 看到車身及內櫳全貌 看好後,還可以立即下訂 去到 Showroom,減完手續就可以出車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還可以呀,真是Benz Benz,Benz,Benz 嘩,上台了 GLA 和 GLC 後 Benz 出賣介乎兩者中間的 GLB 它的尺寸是這樣的 軸距比 GLC 短一點 競爭對手有寶馬 X1 Audi Q3 Vovo XC40 車賣近50萬起 我今天試的這一部有一個叫做 Multimedia Plus Package 有全景天窗,手機連接,氣氛燈,靚音響 至於規格是這樣的 大家看看 先看看 GLB 的重點當然就是5加2座位佈局 但有趣的是,它的第三排座椅在外國是選擇 但香港則是標配 大家可能會問,5加2座位佈局 第三排味道很窄 又不是呀 但這部GLB 的5加2座位佈局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可以接受到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有一個不錯的乘坐空間 雖然是沉進去的位置 但我覺得空間是足夠的 我腿部的空間是足夠的 我現在這樣 我現在首先理身一下 現在中排座位是向前一點的 所以大家就因應自己的高度可以調整 因為它本身中排的向前向後滑動空間 都算是足夠給你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優點 它這張椅子也有這麼少的乘坐舒適度 而且椅背也一樣 而且調校了頭枕後 其實是不錯的 都可以舒服 可以接受 中間有杯架 左右兩邊有一塊膠墊 前面有一個Type-C USB 插頭 算是這樣的 第三排座位的空間之所以有差不多 正常因為提升了車廂空間感 GLB 的車身高度和車尾線條都作出了優化 B 配到 C 柱 它不是Copy 款 它不會向下斜 所以它是一個很四方的設計 所以你這個Head Room 空間依然有在 這是挺不錯的設計 我自己會覺得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它這張椅子是向後排移動的 所以我現在是貼近後面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便有非常舒適的退步實施空間 我的膝蓋對於椅背有多少呢 我便準備了一件產品 可以很具體告訴大家有多少 這就是平時的紅外線測距離的儀器 我現在開啟來看看 膝蓋對於椅背 我這個椅背正在貼近這個B 柱 這就是0.348 米 即是 34 厘米 大家便會有一個具體的看法 好了,數字仍然是不足夠的 不要緊,我的手不是很大隻 只是我自己的標準 1,2,3,3個拳 如果我將這張椅子推向前 為何有噴噴聲呢? 就是因為一動這個 我的螢幕便會告訴你 你正在動椅子 很貼心的 看到我這個身形之下 居然有一定程度的失控過的距離 不太多 如果你是一個高大的朋友 其實要自己遷就 可能會很辛苦 再給多些資訊給大家 廠方說所有座位都適合168cm 身高的人坐 高於168cm 的我就不知道了 中排座位有 Easy Entry 功能 可以前後滑動 140mm 所以第三排的腿部空間可以調校 尾箱空間最大容量 1,608L 都有用了一些防刮花的物料 而且有個位置放到遮光簾 一爆上去都很快 都可以給到的 即是3-4000 線 即使是Comfort Mode 它自動波,無論是自動波 它都可以立即上到3-4000 線 扯到上去 這個邏輯很聰明 這個波箱邏輯很聰明 如果是比較高速有甚麼彎 這次是比較高的關係 所以它的傾斜偏移 其實在某程度上都會大 但普通日常應用駕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它依然能夠給你一種很平穩的感覺 因為它本身的濾震做得不錯 所以譬如我們在路邊的情況 它將路邊的碎震完全濾震 所以走上去時不單是穩定 而且很順滑 這是它的優點 所以它的動力表現 我正在上車 亦是在Sport 模式 Sport 模式之下 它的動力表現非常好 最初我略嫌糖胎有點鬆 但是我發現它是故意的 因為剛才說的靜車 我靜車未起步時 它想方便你轉向 令糖胎輕鬆一點 現在我走起駕駛時 它就變回了一個緊實的感覺 對我來說更實會更好 對我來說,但它的實度、堅實度、回饋感 其實都能給予你 畢竟它都有4MATIC 按道理,找地力都應該會不錯 廠方的資料就說 在Eco 或 Comfort 模式時 前後輪動力分佈是 80 比 20 Sport 時則 70 比 30 Off-road 時則達到 50 比 50 這輛車能否買得過呢? 車輸空間表現改進了很多 一個以往Benz 的 SUV 很大部,但箱子是很小的缺點 駕駛感覺很家庭向 用舒適便可以總結 家人又多,出出入入都可以想想 除了 GLB 之外 萬事得 CX-8 都是 7 座 又不少朋友都問我何時試 放心,很快便會有得看 好,試駕就到此為 大家對這輛車有甚麼看法 不妨一同討論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 Like 和 Share 最重要的就是看廣告和訂閱頻道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歡迎 和分享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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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